上周六9月28号是香港雨伞运动爆发10周年 香港战中九子之一 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律师 在2014年被判刑获得缓刑 2021年低调的移居到台湾 三年后传来最新的动向 他透过即将新开的餐厅 红明的脸书粉丝专页宣布 自己成为了厨师 从作为律师到议员再到厨师 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他也透露了最开始是因为 来到台湾后截然独处 最思念的是香港的味道 鼓励他的是以前住在香港同区的老朋友夫妇 香港的知名中餐厅大班楼的负责人叶一南 还有包括了像是移民台湾的香港艺人杜文泽 前湾仔区的议员梁博坚 还有流亡台湾的香港人傅汤等人 都纷纷在脸书上留言表达了支持